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request公众当中 如何去使用这个代理 那么为什么要去使用这个代理呢 我们首先的话是要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代理呢 你想一下 有些时候我们爬一个爬虫 他要爬取这个网站里面所有的内容 那么我这个爬虫是不是要经常去这个网站上面去爬取 那么经常到这个网站上面去爬取的话 因为比如说你一秒钟可能就请求了好几次 那么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就是服务器稍微做了一点这种反爬虫 他就能够识别出你这个请求是否是一个正常的 是一个人发出的还是一个爬虫发出的 所以说的话如果他被他识别出来 你这个请求是一个是一个爬虫发出来的 那么这的话他就可以采取措施 其中采取一个措施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禁止你的这个IP地址 就是现在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面 向某个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发送100次请求 那么这100次请求里面 这个IP地址都是同一个IP地址 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用那个框带 那个外网的那个IP地址 那个外网的IP地址 所以这次的话我们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万一你这个IP地址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真实的IP地址被封掉了 被那个目标服务器被他禁掉了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爬虫是不是就进行不下去了吗 对 这的话我们就应该要去使用这个代理 那么我们再去讲解这个代理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代理 他的这个原理 原理也是非常简单 来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开这个图来看一下 好 假如现在这个地方是你的那个爬虫 之前的话你是按照这种 非常那个直接的方式去请求这个目标服务器 对对 然后目标服务器再将那个数据返回给你 那么因为你现在你现在是什么呢 你现在已经被这个目标服务器 认为你这个请求是一个爬虫 那么这时候目标服务器就将 你的就将识别出你这个IP地址 是一个爬虫的IP地址 那么的话 他就可以返回一个错误的数据给你 就可以返回一个错误的数据给你 比如说他就返回一个请稍后再试 或是返回你返回到太平方 请稍后再试 对 那么这时候的话 你再再去采用这种再去走这类的路的话 是肯定走不通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采取另外一种措施 就是使用这个代理 代理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我去请求这个目标服务器上面的这些数据 我不直接去请求 我是怎么去请求呢 我是先将这个请求发送给这个代理服务器 那么代理服务器接受到这个请求以后 他再 他再什么呢 他再向目标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目标服务器发送这个 接受到这个请求以后 他就说原来你是这个人发送来的 不是刚刚那个爬虫发送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的话 他就可以将正经的数据返回给这个代理服务器 那么这个代理服务器的话 再将这个什么呢 再将这个数据返回给这个爬虫 那么这样的话 爬虫是不是就又可以接受到这个正常的数据了 对 就是说经过一个中间的一个这样的东西 经过中间的东西 那么目标服务器的话 就不能识别出你这个请求到底是否是由这个爬虫发送来的 对 那么可能有的同学就会想是吧 老师你这个地方使用这个代理服务器不是也一样吗 如果爬的次数过多了 那么这个目标服务器也能够识别出这个代理服务器 是一个那个 是一个爬虫发送来的 对 好 那么我们确实啊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啊 因为代理服务器的话非常便宜 我们可以什么呢 你到网上面去买啊 到网上面去买 基本上好像是10块钱 或者到10块钱啊 就有呃就有一个是有上万个ip地址啊 就有上万个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啊 所以这次的话 我们即使这一个ip地址被识别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换一下另外一个ip地址 不就可以了吗 对 所有话好 这个代理服务器的话不是固定的啊 一般的话都是经常变化的啊 经常变化的啊 啊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啊 一个人的模式 好吧 好 这期刻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在这个request顾当中 我们如何就使用这个代理啊 使用这个代理非常简单啊 就是在使用在get或者post的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们给他传递一个参数 叫做proxiesprocess啊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是一个字典的形式啊 一个字典的形式 然后这个字典的那个key啊 就是代表的是你那个请求的方法啊 后面这个的话 就是你请求你的那个ip地址相关的 不是 你那个代理服务器的一些啊 相关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ip地址 后面跟个号号 再跟上这个端口啊 再跟上这个ip 那个代理服务器的端口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个测试 好吧 好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啊 派上 这里面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 叫做代表3 你别玩 那么我们就在当中 让他刚才讲啊 input了一下这个request 然后现在我们的话去请求一个啊 网页 去请一个网页 哪个网页啊 这个网页的话是可以专门用来检测 你这个htb请求的啊 就是htbbing啊 那么我们再点一下这个ip啊 他就可以看得到你当前请求的这个ip地址啊 可以看到你这个ip地址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现在让他去请求一下这个这个ur好吧 好 这个地方是request.get啊 然后这个ur对吧 好 然后我按response 好 等这个东西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上去 response.test 现在我们没有使用这个ip代理 没有使用这个代理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他反过的这个ip地址到底是多少 对不对 好 邮件再来指示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反过的是110.53.253.169 对吧 也就是现在我的这个ip地址啊 169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使用下这个ip地址来看一下 好吧 这个地方来选一下啊 来选一下这个快代理啊 快代理这个里面的话有很多这种开放的代理 开放的代理就是免费的 当时不稳定的啊 免费的当时不稳定的 什么叫做不稳定呢 就是你这一分这一秒钟可以有可能下秒当中就不能用了啊 然后的话这个响应速度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这种免费的ip地址啊 就是有这种需要线 毕竟是免费的嘛啊 就是有这种就是响应速度可能会比较慢啊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随便选一个好吧 比如口面加C啊 然后的话这里面 来写一个ip地址啊 写个代理啊 BROXY等于这个东西啊 他采用的是个HP请求啊 然后这个地方是ip地址 后面再更上一个罵号 罵号的话 后面更上一个端号 9G97对吧 我们加C啊 然后这里面是那个9G97啊 这地方是那个呃 PROXI XIES等于这个PROXY 保存一下啊 再来评论一下啊 这个对方多了个空格啊 好来看一下啊 现在因为呃 承这个代理 现在承这个代理啊 就先相对是什么呢 你这个请求先要发送这个代理 先要发送给这个代理服务器啊 说的话这个速度可能就会比较慢了啊 毕竟这个代理的话也是一个免费的 对吧 也是一个免费的啊 呃 稍微等一下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啊 这个应该是已经超时了 那么我们再来换一个吧 换一个啊 免费的代理就是这样啊 大家要在公司里面做的话 呃 都是今天去购买那个ip啊 购买那个代理 也不是很贵啊 也不是很贵啊 相对于你那个 相对于你那个什么 那个爬层来讲的话啊 算是比比较便宜了吧 好 这里面我们再来重新运行一下啊 可能需要测试多次才能够成功啊 因为这个免费的代理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 购买那个ip的话啊 购买那个ip的话 他会给你提供一个这样的呃 app key和一个app secret 然后的话你通过那个app key和app secret 你就可以去向他的这个服务器去请求啊 那个啊 那些ip地址啊 他这个ip地址的话 这些的ip 如果你是购买的ip地址啊 这些ip地址 他不是呃 他不是什么呢 他不是马上在这个地方存在的 你需要通过接口的方式 从他这个啊 往从从他这个接口上面去请求吧 别说这个地方10天啊 10块钱一天对吧 就可以那个一次一次最多可以提取 就就每天啊 每天可以累积累积提加 两两两万加个ip地址 对吧 所以的话是非常划算的啊 啊 这地方又又超市的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再来换一个吧 来换一下这个吧 端口号是那个9000啊 直接 直接报错了啊 那么我们就不吃啊 还有这个一定完一点是什么的 还有个这个叫做匿名度啊 匿名度如果是透明的话 如果是透明的 那么其实这个啊 目标服务器还是能够知道 你的这个真实的ip地址啊 啊 大家以后再去选择这个ip地址的话 尽量选择这种什么的 高匿名的ip地址 高匿名的ip地址的话 那么目标服务器啊 就是这个目标服务器的话 他家根就不知道你这个请求 到底是有 哦 他发射的还是他发射的啊 那么透明的话 即使你这个地方使用的这个代理服务器 都透明的啊 他一他也是能够识别出你这个请求 你这个原来的那个ip地址 好吧 所以的话就用 用跟用 没用啊 基本上没什么暖用啊 又又尝试连接的啊 这就比较当劲了 我们再来换一个吧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啊 断口号是这个 29148啊 这个类型的话是代表的是呃 支持的什么样的请求啊 如果你当前这个请求是htv协议 那么的话你就使用这个htv啊 呃 断口号是38661对吧 38661 哎 过来看看 这个他不给面子了 啊 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啊 现在的话是不是就马上就可以请求回来了 看到没有 呃 现在我这个ip地址就不再是之前的了 现在这个ip地址就变成了生了 就是我这个代理的这个ip地址了 对不对 就是现在目标服务器他能够识别出你这个ip地址 是这个ip地址啊 是这个ip地址啊 所以的话哈 以后大家再爬去一些网站服务 依照数据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目标服务器知道你是谁了 对不对 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代理服务器 这的话他识别出的这个ip地址也是一个目标服务 也是这个代理的 对不对 也不知道你真实的ip地址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先讲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